飞机制造,军工特种材料生产,超导研究,半导体材料研发,啊,还有一个,原子弹制造 这五个领域,你只要有一个领域做到顶级,那高低也得算一个科学家了吧 如果你在五个领域都是专家呢,天才,谁同意,谁反对 你别闹,没这样的人,有,啊,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没错,就是我们两弹一心中二十三位元勋之一,吴智良 看过我明记系列的朋友可能有点印象,我更愿意用天才去寻人这一批了 吴智良也不例外,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去了中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厂做设计师 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中美合制叫做中央飞机制造厂 当年前学生呢,就在这里实习过,只不过呢,他比吴智良大了六岁 他们并没有在这里做过同事,隋坎兴三十年后 他们在另一个更惊天动地的项目上做了同事 吴智良呢,做到了整个飞机制造厂的副总工程师 算不算顶尖的飞机制造人才 后来因为不愿意加入国民党被开除了 吴老爷子看来年轻的时候就很硬 老爷子一看,不乱招飞机,那得,学习一去吧 跑到美国的卡奈基大学,学物理冶金学了 就这么说吧,吴老爷子学的更偏向于应用物理 或者说他琢磨的是物,而不是理 而且那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工业高速发展的时候 老爷子学的这玩意儿简直太香了 哎,你就琢磨哈,哪个行业最需要特殊的金属材料 顺便多说一句啊,那个时候刚刚打完二战 美苏正在搞军备竞赛 那毫无疑问,老爷子在那边的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49年新中国成立了,吴智良就想回来 你就琢磨吧,老美能放他吗 才刚刚博士毕业,他就被选进了美国科学促进会 那是世界上,就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第一大的科学组织 那个啥,科学杂志就是他们的会看,世界公论的第一 那这还不算啊,吴智良当时做的研究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卵钢中煮泥和疲劳 这玩意儿呢,主要用一些机器设备上,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 保证使用寿命 哎,你就品,啥玩意儿需要面对特殊环境 是不是,军工产品,对不对 这个研究,吴智良是总负责任 更关键的是,这个项目是美国国防部站出的 看明白了,对吧 就这,你觉得美国人能放吴智良回国吗 刚才我们就说了啊 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很强硬 好不好,挡得住吗 他呢,找了个理由啊 说自己是华侨,然后就到日本 然后再从日本转到香港才回得过 哎,想想 小汽车,大浓郁 能挡得住他回国,不存在的 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反正这些特殊材料 中国后来也慢慢的有了啊 随便说两个 造汽车用的那种钢材呢 是特殊钢材 原来呢,在五十年代的时候用的是苏联的 但是后来两国闹矛盾,对吧 咱就得自己研发呀 方法是有,但是这玩意儿他得要用隔 这个东西咱国家少 那咋整啊 没错 吴老爷子学啥的呀 闹呢 换路子啊 换研究方向 咱家不是有梦跟木吗 平梯啊 平梯 最后东西出来了 质量完全没问题 就这套技术和标准 七十年了 咱还用 你就说值多少钱 啊 顺便多说一句 中国的特种钢 就是从他开始的 特种钢用在多少领域 大家可以评论去说说 不急啊 还有 当时打朝鲜战争 前线需要一种叫做 特种合金电阻师的玩意儿 据说限期是半个月搞定 最后五十年也搞定了 好 这个咱不能算钱 接着说 半导体芯片 这两年老百姓算是知道了 哎呦 别人总卡我的脖子 对吧 半导体是啥呀 简单的说是沙子 也就是硅这个材料 做芯片 不管要光刻机 还需要高纯度的硅 这玩意儿 咱原来没玩过 咋整啊 你想想 老爷子是干啥的 嗯 冶金材料嘛 物理的物 来提存 好 因为他 中国在芯片用的 硅材料方面的技术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这玩意儿 你就琢磨琢磨 这要搁到现在 得有多少上市公司 打破头的去抢 那又得值多少钱 是吧 开篇呢 咱们说五老爷子 在五个领域都是顶级 那几个呢 嗯 三个 继续 操导材料 啥是操导啊 简单的说 就是电在传输过程当中 会损耗很多 即使现在的技术 都有5%到10%的损耗 从经济价值上算 比如说2022年的发电 总量呢 是8.4万千瓦 发出来 路上损耗 就损耗了4200亿 至8400亿千瓦斯 也就是度了 你们家的电 是多少钱一度啊 咱都不算什么工业 用电啥的啊 就算五毛钱一度 那也得有 2000多亿到 4000多亿的经济价值吧 对不对 如果你有了操导材料呢 操导 没有损耗 就算有也非常的小 这里面的经济价值贼大 对吧 咱都不说其他的科学运用了 这两年 每次聊到操导 全世界都和疯了一样 发现了没有啊 当然呢 现在我们聊的是 常温 也就是室温操导 但是常温操导 需要从高温操导的 一些研究和数据 出发来做 中国呢 现在是全球操导材料上最领先的国家之一 其中呢 有一部分人就是吴老爷子那个门派的徒子徒孙了 老爷子就是中国最顶级的高温操导材料科学家 所以啊 一个科学家到底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意味着啥 何况还是这样的天才科学家呢 只是可惜没有几个人知道他 对不对 问问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在这个视频里听说吴志良这个人的呢 别急 天才的爆发还没有开始呢 吴志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造原子弹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他的工作就是整个工程的第一个大门 他的门不打开 后面的邓家仙啊 朱光阳啊 陈开甲 他们全都没法弄 为啥呀 下一集 吴志良制造原子弹心脏的人